我们两个确定关系的那一天 她告诉我 从今往后 她的心里只有三个女人 今天 她帮第三个女人晒好床单之后 就去帮第二个女人干活去了 不得不说 老许真的是一个好儿子 好父亲 还有好丈夫 早上我们两个先去菜市场买菜 有我吃的菜 还有她要带走的菜 今天中午老许到那边还要做饭 因为她还要干其他的活 所以她的午餐就会做得简单一些 然后她买了面条 还有我拿去的肘子肉 老许还买了下一备 然后买了一些小油菜 她就简单的做点面条 然后和她的女儿 简单的吃一点就行了 所以你们也不用好奇了 她的第二个女人就是她的女儿 那么第一个女人 我不说 聪明的你们肯定也知道吧 好大家 中午好呀 我的午餐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一个人的午餐 还丰盛吧 这干肠 风干肠 自己做的 有一点那个四川那个腊肠的味道 就是它是那种特别有嚼劲的那种 我喜欢吃这种香肠 越嚼越香 今天老许中午饭就简单了 她说做面条 我们两个去了一趟早事儿 这个黄桃也是早上买的 老许给我留了两个 现在这种桃越来越少了 里面是黄的 黄然的 现在我特别喜欢做贝果 我突发奇想 本来我是想买茴香做那个蒸饺 后来我一想 做贝果也很好吃 然后里面卷的都是这种 哇好热 都是这个腊肠 尝一尝 贝果这个面包体就特别有嚼劲 它的皮是韧韧的 这茴香的味道还挺足的 茴香和腊肠 还是挺配的 再过几天 我们愉快的假期就开始了 这个假期呢 准备去外面走一走 第一站呢 就想去哈尔滨 我想去哈尔滨修修牙 我的下牙有问题 然后呢 因为一个远房亲戚 在哈尔滨开牙科诊所 所以感觉 还是比较放心吧 然后第二站呢 就回我的家乡 金山屯 这里面也都是 回乡 一般那个面包店做贝果 它不会做这么大 我这个面包体就是140克 我喜欢做大的 做大的省事 自从老妈去世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一直都没有回家乡 这次回去 看一看大姐还有大姐夫 非常好吃 所以下一个视频 大概率我们就是在哈尔滨见啦 哈尔滨的美食非常多 如果有哈尔滨的网友 也希望你们能给我 多介绍一些美食呀 好了 拜拜